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家人在收拾好行李后就去睡觉了 但却忘记把厨房的煤气关掉 于是一家人就这样去了阴槽地府 在地府里 所有的人都要按照等级划分 钱越多享受的待遇就越好 不知走出的一家人 在牛头马面的带领下 去前台登记查询账户余额 但却告知账户余额是零 零妈不相信 但判官告诉他 他生前把所有的财产都转到了美国 所以想要花钱 必须去美国的营间 地府有去美国的飞机 但需要机票钱 身无分文的一家人向牛头马面求助 牛头马面表示情况特殊 愿意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去阳间赚钱 一家人在感谢完牛头马面就回到了阳间 他们找到道士帮忙 道士说 想要做电机总一定要在阳间赚到20万 但要在一个月内赚到20万非常困难 一家人垂头放弃地回到了家 这时小林的男友小包来找他 两人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 这时几个小流氓出现 想要调戏小林 小林称男友不注意的时候 在他背后 把小混鬼吓跑了 接着小林就把小包带回了家 一家人告诉小包 要在一个月内筹集20万 想问小包借钱 但小包也没有那么多钱 于是他帮一家人出谋划策 他让林巴去当线人 让大林去当舞女 让林妈去给人做无数按摩 因为三个人都是鬼头的关系 工作都异常出色 赚了很多钱 很快一个月的期限就到了 一家人也正好赚到了20万 晚上小包向小林求婚 但小林却不敢答应 他趁小包睡着时 女封了他的房间 然后一家人开了媒体 准备等死 就这样一家人再次来到了阴间 而醒来后的小包 发现一家人全死了以后 急得马上报警 但警察却认为小包是凶手 准备逮捕他 一家人在地府得知这个消息后 马上回到阳间 在个子的身体里苏醒了 于是小包的嫌疑被刑清了 之后小林告诉了小包 自己已经死了的事实 虽然小包不愿相信 但人鬼疏途 他只能放手 很快飞机起飞的时间到了 一家人和小包告别后 达上了前往阴间的飞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解说 大家记得关注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